好 话说四月吴奇龙和日渭系刘诗诗呢 昨天是杀出重围博得了头条新闻的待遇 但是两人的感情真的是太众亡所归了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他们的爱情故事 对 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 他们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彼此让他们互相爱上了 这个问题我们很想问 对 很想知道 他们一定要好好回答 来看一下 吴奇龙与刘诗诗公布恋情 除了引来大家的祝福 也同时引来了大家的袍根问底 两人相差17岁 怎么就对上眼了呢 有不少粉丝甚至调侃到 刘诗诗出生的时候 吴奇龙正好是以小虎队出道 有细心的网友总结了一条两人相爱的原因 那就是吴奇龙有着独特的口味 两人从步步惊心到犀利人师 再到步步惊情 吴奇龙与刘诗诗可谓是步步相恋啊 不过吴奇龙通过影视剧步步相恋的对象 可不止刘诗诗 系数他六任女友 居然都是他演对手戏的女主角 1994年吴奇龙因与杨采妮主演梁柱 而被传出绯闻 之后吴奇龙与出道没多久的徐若萱 出演了电影好孩子 又一次音系结缘 吴奇龙也就成为了徐若萱的初恋 吴奇龙说你考第一名啊 全班只有我一个考一百分 哇 想不到你真有念书的天分耶 响恋期间虽然两人都因为家庭原因负面新闻不断 但患难与共的真情 要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能白头偕老 但事实上你懂的 三年恋情最终告吹 吴奇龙再一次与剧中女神情断现实 唯一与吴奇龙秀成正果的剧中女神那便是玛雅叔 两人因为合作了消失一郎见生情愫 嗯 这是我的 看好了 嗯 天哥了 我去散台了 啊 哎 哎 哎 骷髅当哪 这回吴奇龙很争气啊 终于把剧中女神迁回了家凑起了老婆 不过那什么最终还是离婚了 莫非是吴奇龙拍戏用情太深 容易与现实分不清 不过既然在戏外爱了 四爷你就要负责到底 四爷果真没有让人失望 近日有网友爆料 尽管吴奇龙与玛雅叔离婚 但至今每个月都会将生活费汇给玛雅叔 从没有间断 旧爱不保情 对心爱自然更不能怠慢 有媒体报道 吴奇龙最近用贷款购买了一辆200多万的豪车 而当时陪他去看车的便是刘诗诗 还问他喜欢什么颜色 意思要作为定情信物送给刘诗诗 如此看来 四爷的口味很专一 也希望他和热西的爱情真的能一生一世 娱乐星天帝四爷用情真的很深 编辑报道 好